這個就是5月份以來 福建艦已經完成三次的海事了 當然大家所關注的就是所謂的三大金剛旗巨 首次集結了空警600艦載的預警機 還有殲35隱形艦載機 還有教練石 教練石還有另外包含了殲15D的電子戰機 因此外界猜測可能涉及了電子彈撤 還有航母的起降 中東戰事的部分 現在呢8月20號以色列軍方說 如果再加上這個多地響起防空警報 而且還有發現大約是55枚的火箭彈 從黎巴嫩射向以色列 好 真主黨也是說 向多個乙軍營地還有設施 發動了火箭彈的襲擊 8月19號伊朗則是駁斥了以哈停火 推遲報復 他們再度重申 我不是不報 我只是時候未到 對 伊朗繼續搞心理戰 那黎巴嫩真主黨跟以色列 被那個彼此交火無數次了啦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特殊的事件 重點還是伊朗要不要動手啦 那福建艦 我覺得如果有空警600也在上面 那就意味著它出去不是只做那個電子彈射的 艦載機的起降嘛 它可能還會演練小區域的那個海空聯合作戰 因為它基本上是指揮機啊 所以它出去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那個起飛下降這樣的一個動作而已 它基本上是要長期要停在高空 那可能就意味著出去的航母艦隊 那其他的護衛艦啊 其他的艦 還有那個艦載機本身也可以做一個海空的一個軍演 可能有這個意思啦 不然照理講 空警600跟的航母一起出去 這個真的比較不常見 比較不常見 中東戰士的部分 我請街大使幫我們補充哦 這個伊朗他說不是不報紙 是時候未到哦 但是他有在 有人就說你是不是推遲啊 但是其實他這個動作都還沒有出來 對 其實伊朗一直有他的說法啦 就是說最近他把這個整個的行動跟 這個好 所謂加薩走廊的停火的事情 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他到底要採什麼 採取什麼行動呢 其實這個好 拜登前一陣子說了一句話 他說哦 這個伊朗已經說了 如果這個加薩停火的話 他就可能考慮放棄對以色列的報復 對 而且也有傳出來美國方面 這個好是 應該是這個布隆伯也傳出來說哦 伊朗要求要加入這一次的有關哦 加薩走廊談判的和談 雖然伊朗都否認了 可是美國很奇怪 美國都幫伊朗講了很多話 也等於說替伊朗緩霞了 如果大家說伊朗怎麼還不動手 還不動手啊 那事實上的話就是 就是這個中間我覺得美國扮演一個角色 在這個好 伊朗的對於可能的以色列的報復好 那美國在跟伊朗在談條件 那 這裡面為什麼美國這麼這麼這麼急著要跟伊朗做這個 直接的這個外交接觸 那我又想到現在正在芝加哥開的這個 這個 共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你知道大會會場裡面很熱鬧 會場外面也很熱鬧 主要聚集了一群全美的 反對這個以色列入侵加薩走廊戰爭的 美國的各黨各派的活躍分子 都在抗議 所以如果說 這個好中東的情勢再惡化的話 那對民主黨的選區 絕對會造成負面的這個因素 所以我認為美國在幕後 跟伊朗談了很多條件 那伊朗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也希望從美國那邊得到很多 過去他從那邊美國得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軍事佈局是很簡單 怎麼樣打應該很清楚 政治工作 譬如說啦以色列報導說 伊朗內部現在有衝突 其實不太不太像 那真正的是我覺得外交的談判還沒有結束 因為美國一直在提供一些 對伊朗有利的條件 那把這件事情 中東的大戰 把它延後 能延多久延多久 起碼這個 美國現在這個民主黨的這個 全國代表大會 他就沒有讓這些在場外示威的這些 美國的這些激進派 有一個更好的藉口 好問一下這個蔡委員 兩個問題一併請教你 包含現在南韓的經濟狀況很糟糕 因為這個韓國經濟研究院發布的 2023出口分析的報告 結果就看 這個日韓成長率根本就是慘輸 好 韓國四大出口產品當中 電子設備還有汽車的出口 而逐漸轉向了中國跟台灣業界很擔憂 晶片的部分 ASMO執行長受訪的時候有提到 中國雖然在晶片技術還是落後美國10年 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呢 其實對於傳統晶片製造的熟練程度 還是有它的優勢啊 全世界都需要中國生產的傳統晶片 這是很難以被取代的 先講出口啦 這個你只要看幾個數字都很清楚 就是日本的出口額加南韓加台灣 三個地區的出口額加起來多少 一兆七千億美元 中國一國出口多少 三兆四千億美元 也就是中國的出口金額就是 日本南韓加台灣的總和 你就知道中國的勢頭有多猛啦 在十年前 中國大概也就是一兆六千億 現在在十年後增加了54.8 在最近可能會增加更多啦 雖然表面上中國還有很多的產業 必須轉到越南去習產地 所以不算在中國的出口金額裡面 但是即使是如此 中國今年的出口的成長率還不差 他們不像以前往年動不動十幾% 快速成長 那至少這個七八%不是問題 那當然還要看今年下半年啦 所以還要繼續努力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台灣雖然表現得不錯 但最近也比較差了一點 那在這個晶片的技術方面 其實也反映到產業結構啦 日本的整個出口金額為什麼 跟十年前差不多 它沒有什麼新產品可以出口 在全世界最盛行的幾樣貿易產品 一 手機 有看到日本手機嗎 沒有 二 汽車 日本的汽車大部分都已經在美國當地生產了 而且它的成長率已經停止了 因為大家現在在熱什麼 熱電動車 日本電動車賣得不好 你看 這是第二項主力產品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比如説人員 非常好吃 經病